十几年资深托头新人分享 那些你不知道的脱发真相 真的你们别再骗我们脱发人的钱 我失望我用我脱发十几年的经验 给到大家一些真正的帮助 我青春期时候头发就一出油 会到下午就好似紫薇刘海 当时没有延期重视 头发月掉落脱 18岁左右 我头顶好 我哭一个月就好了 兄弟们 我哭一个月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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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商家 你用简易点去付诱大家 骗大家的钱 曾经我是被过菊菜了 所以我把双给大家做一个仿托 经验奉行的 干副四孽 这个视频非常的长 当心说成 主要是我才有的坑 不想让白杂再裁了 第一点不用去白大褂 也能简单判断 你是不是知意性脱发 洗完头发 是不是几个小时 头发就出油变塌了 一摸头发 是不是总有五根以上的头发脱落 而且手一摸就是一手油 洗完头 脱发没吹干的情况下 是不是发缝超级明显 50%以上的头皮暴露在外面 这几个要素 只有你满足三个 还是三个理想 你就应该是有这一身脱发 还是你可以想往去买一个 头皮检查机器 几十块就可以检测了 正常毛囊里啊 应该是有四到五根头发 而且是很粗壮的毛囊 周围也没有大量油脂 但如果你头皮上 有很多这种空毛囊 就是里面空空如也 或者只有一两根细软发丝 就是很明显 和周围那些头发不一样 以及毛囊里 还有很多堵塞毛囊的油脂 OK 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 请你立马去找白大褂 第二点 如果你天生发量都很少 千万不要奢望什么发量密集 更不要相信草地变森林 发量这件事情 已经刻在你的DNA里了 或者说已经刻在了 你一家人的DNA 你的父母 你未来的孩子 基本发量都不会多 所以有我洗面像 你看见什么洗发手牙 告诉你 你可以肾发 并且切住洗发前 跟洗发后很明显的头发 男精架的图片 像是我 他就是把你头皮的表面 扭制死掉 就好像我这样子 头发可以身间变纷松 但是发量有远 不会改变 第三 不要混淆了阶段性脱发 和永久性脱发 什么产后脱发 压力大导致的脱发 甚至是单突 这些都是阶段性脱发 但是雄性脱发是一辈子的 只能控制 让脱落的速度变慢 国际公认治疗脱发的药物 口服的就是菲娜熊案 外用的就是米诺迪尔 雄突就是一个 无要恶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后期做的 所有这些古旧 只是原本性的脱发的过程 死面上所有的生发产品 其实它只是护化产品 它的主要只是 扔到你的头发 又小一点 又慢一点 那么最终他们都是会丢 甚至直发 要不能请求你的发量 因为它只是把你后面的头发 移植到你头前面 头发细缩的位置 就是菜肚强 国系强 但是你主体的头发量 是没有改变的 第四点 市面上所有宣称 自己具有生发功能的产品 全部都是夸大宣传和智商水 我用过所有这一类的洗发水 头皮精华 生发仪以及口服类的产品 实际能做到的都只有控油 改善头皮环境 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头发掉的慢一点 我给你们弄几真意 好用 好过不用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努力都是为了保住 我们先有的头发 如果你们也有一些 想复仇的产品 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等大家 都可以 嗶嗶嗶 我是什么都不懂 只懂懂文化 给文化系 沙路系